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历皇帝 校端皇后和孝敬皇后的三口翻过 就赫然出现在了在考古人员的面前 可是专家们打开万历皇帝的宝箱 近发现里面有这位皇帝老的七顶帽子 本门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按照正常的道理 一个人去世后 随当一顶帽子就可以了 万历皇帝随当了七顶帽子 这是什么原因 莫非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你想要了解事情背后的真相 那就让万能的小编给您从头揭秘 万历皇帝的帽子并没有放到官锅里 而是放在外面的宝箱之中 这些帽子包括免两顶 皮便罐一顶 亏一顶 乌纱一扇罐两顶 金丝一扇罐一顶 这些帽子的用途都是干啥的 免 免留罐 前面戴朱串的帽子 很重要 这万历皇帝祭祖时候 所戴的帽子 皮便罐是接见外国使臣 必须要戴的帽子 而一扇罐为皇帝临朝时候 所戴的帽子 乌纱是冬季上朝所有 金丝是夏天上朝所有 亏和战斗有关 这万历准备上战场时所戴 万历皇帝的为什么要戴宝箱中 放七顶帽子 小编分析了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 古人对宜官非常重视 古代男人在二十岁的时候 需要进行惯联 就是长辈给他戴上一顶帽子 意思是 你是成年人了 需要负担起一个男人 对家庭 对家族 对国家的责任 古人极其重视理智 什么场合 戴什么样的帽子 都有定制 一旦乱来 轻者被嘲笑 训斥 重则被定罪 甚至被流放 被砍头都说不定 小编一点都不危言耸听 封建社会的老百姓 出门 戴不起帽子 都会用黑金过头 被称为前手 可见古人对一官的重视程度 绝对是一丝一毫不能有差错的 故此 万历皇帝将七顶帽子戴入定领 那是尊重理智的结果 绝对有道理的 二古人讲究是死如生古人对于死 和现代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现代人提倡的是乌神论 讲究人死如灯灭 而古代却讲究生死轮回 人死之后不是消失了 而是去另外一个世界生活去了 既然到另外的世界生活 那就要在整个世界带足装备 否则一旦有个礼仪的缺失 岂不是没有了面子 七顶帽子应该够万历皇帝 在另外一个世界用了 故此 就有了这些帽子的陪伴 三 古人对七非常看重 我们都知道 古人认为九是最大的数 但是在丧葬的世界里 七的重要性 却超过了九 在李济王之中 有这样的记载 天子七日而病 七月而葬 天子七妙 三朝三暮 与太祖之妙而期 古代的帝王祭祀先祖 也会设七妙而显示隆重 不管是王公贵族 还是平民百姓 在长辈去世后 都会做妻 就是每隔七天祭祀一次 直到七七四十九天后结束 而明代的皇帝去世 都喜欢用七心葬制 而万历皇帝在墓中 放七顶帽子 应该也与崇尚七的观念有关 万历皇帝死后 在定灵中放七顶帽子 隐藏着这样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的答案就是 万历皇帝死前死后 念念不忘的就是权利 不管是上天堂 还是下地府 反正都不能丢了皇家的堂皇 帝王的体面 而有了堂皇和体面的支撑 就有了手中权利的放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